嘿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4WD X-PLOS去探险 我是Sam 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那个Wheel Spacer的话题 那么为什么你不要安装Wheel Spacer呢 看完今天节目呢 你就知道了 那么其实作为70用户吧 70的车主吧 我觉得Toyota其实一直在偷一个懒 那么是什么懒呢 就是它的前面的轴呢 和后面的轴呢 宽度是不一样的 前轴呢 会比后轴呢 多出10厘米的长度 那么你没有听错 前面比后面要宽10厘米 这是什么造成的呢 那么这个呢 就是因为Toyota呢 为了把这个V8的发动机呢 放在这个70的这个机舱盖里面呢 他就不得不把这个前面这个轴呢 给增长 变宽一点点 那么就是造成了前后轴的宽度不一样 那么在这里呢 很多70的车主呢 为了使前后轴呢 保持一致呢 他们通常会使用复制轮毂 那么这是一种比较经济的选择方案 那么还有一种同样经济的选择方案呢 就是增加Wheel Spaces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比较贵的方案 那就是把整个后面这个轴给换掉 换得跟前面轴一样长的aftermarket 也就是市场上另外其他品牌的一些整个一个套件 那么这个选择其实就非常的昂贵 那么我觉得大部分的70车主呢 还是倾向于前两种的选择 那么可能有些朋友会问什么是Wheel Spacer 那么这个就是Wheel Spaces 那么这个呢 就是Wheel Hub 然后他们俩呢 是可以相互连接在一起的 通过这个连接之后呢 然后轮固再连接到Wheel Spaces的那个螺栓上面 那么这样子呢 就增加这个宽度呢 实际上就是Wheel Spaces所增加那个宽度 那么增加这个宽度之后呢 就使整个轴啊 你的这个轴的宽度增加 也增加了车身的稳定性 那么这也是大家为什么要安装Wheel Spaces的一些主要原因 那么这个方案呢 其实优点就在于呢 它非常的便宜 因为Wheel Spaces的安装也非常简单 价格也不高 但是呢 安装Wheel Spaces呢 同样呢 它也有非常明显的缺点 那么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一聊 安装Wheel Spaces的六大缺点 那么首先呢 我想先说一下前两个缺点 那么当这个轴变宽了之后呢 轮胎实际上是更往外移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Wheel Bearing承受的压力也变得更大了 那么同样的道理呢 这个Wheel Hub上这个罗姆 这个压力也变大了 因为由于杠杆的原理呢 你越往靠外呢 那么他们承受的这个力呢 也就越大 虽然厂商在设计的时候呢 留有余量 但是我们一般改装越野车之后呢 车整体的重量都会比原车重 更何况我们还会带着各种的装备和设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再去越野 可以想象看走在那种不平整的路面上面 那么它给这个整个这个Wheel Hub带来的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呢 有可能你这些部件呢会受伤 那么第三个缺点呢 就是更多的连接带来了就是强度的下降 这个大家很好理解 因为原来的呢 是这个Wheel Hub呢 直接和这个轮毂相连 那么现在的Wheel Hub先要和这个Wheel Spacer连接 然后Wheel Spacer呢 再和轮毂再去连接 那么这样呢 很显然就导致这个连接点过多 那么它的强度呢 也就多说多少会有下降 那么这个连接点过多呢 也到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你不易检查 不易发现问题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要做一个快速检查的话呢 平时我们检查这个轮毂 和这个Wheel Hub连接是否紧密呢 你直接用套筒扳手呢 把它紧一紧 你就知道它是否松了 但是如果你有这个Wheel Spacer的话呢 这个你可能只能检查这个Wheel Spacer 和这个轮毂是不是连接紧密 但是这个Wheel Spacer和这个后面 这个Wheel Hub的连接呢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检查到了 因为它在后面 你不可能去拧后面的螺丝 除非你把轮胎卸下来 那么这个就没有办法做一个快速检查 快速的检查 那么这也是它的一个缺点 那我们现在来到第四个缺点 在聊第四个缺点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市面上的 Wheel Spacer的分类 那么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待会呢 对大家理解这个后面的缺点 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那么Wheel Spacer呢 市面上现在分两类 那么一类呢是HARP Centric的 那么还有一类呢 就是LUK Centric的 那么这两类呢是完全不同的两类 那么LUK Centric的这种Wheel Spacer呢 其实是以这个螺栓为基准的 而不是以这个Wheel Hub为中心的 那么这就会导致这个Wheel Hub的中心偏移 因为HARP Centric的Wheel Spacer 可跟轮固的孔位连接 这就意味着车轮的重量 始终在车轮总成Wheel Hub上 但是LUK Centric的Wheel Spacer 是车轮的重量分配在螺栓上 这样就会导致车轮震动 一些情况下会使螺栓受损 而这种平衡的检查呢 是普通检测轮胎动平衡的仪器 无法检测到的 而这种不平衡呢 也会给Wheel Hub和轮固和螺栓 这个轮固的螺栓带来额外的负担 前面说这些缺点呢 你如果都不担心 你觉得你都有办法解决 比如说给Wheel Bearing 还有HARP的螺栓压力太大 那么你说我好 我把它增加的宽度缩短一点 可不可以 可以 那么这也可以减轻它们的压力 那么请检查 我平时没事可以把轮胎卸下来 检查里面这个连接点是不是都牢固 也可以 那么最后呢 就是这个 我使用这个比较昂贵的 那个HARP-Centric的 这个Wheel Spacer 不使用这个Lock-Centric的 那么这个也可以 那就像刚才我说的 如果前面这四点呢 你都找到自己办法 把它解决掉了 那么这第五点和第六点呢 绝对是你不可忽略的 一个放弃它的理由 为什么呢 因为在澳洲呢 Wheel Spacer呢 改装是不合法的 那么如果你改装在你的车上呢 你的车就是违法改装 那么违法改装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保险公司不会赔偿 如果你出现事故的话 保险公司是不赔偿的 那么你的损失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不想大家就是在外面出行的时候 出去玩的时候 因为你安装了Wheel Spacer 然后你出现了各种碰擦或者小的事故 造成了损失之后 保险公司以这个理由来拒赔 对被保人来说 我们还是损失非常大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改装一个越野车 大家也花了很多的心思 花了很多的心血和时间在里面 那么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配件 而导致整车都不赔的话呢 这个损失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在总结这六大缺点之后 你还想安装Wheel Spacer吗 如果你可以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安装复制轮毂来解决这个问题会更好一些 因为复制轮毂在澳洲是合法的 但是切记复制轮毂总的增加这个轴的宽度呢 不能超过50毫米 那么也就是说你的复制轮毂不能超过-25 就是单个轮毂的负值不能超过-25 那么两边加起来呢 就是-50 那么超过的话呢 你依然是违法的 那么违法带来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了 包含公司有可能以这个理由拒陪你 对了 还想再说一下 就是Wheel Spacer的话 你即使你安装之后想去做Engineering的认证呢 也是不可以的 大家都知道 在澳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就是如果你做一些 比如说非法的改装 比如说正常澳洲要求是两寸升高 你想做四寸升高的话 你可以做Engineering 然后拿到他们的证书之后呢 你到陆局去申请 那么这样子的话 你的车就可以升级 那么你可以驾驶四寸的车呢 就是合法的四寸升高 那么在澳洲呢 这个也是大家通常做的 虽然花很多钱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个Wheel Spacer呢 是不可以的 即使你去做Engineering认证 那么它还是不合法的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安装Wheel Spacer OK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 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然后或者你还有什么 对这个Wheel Spacer 有自己的了解啊 看法 也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很高兴和大家讨论这方面的话题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 Full WD X Pro四驱探险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哦 感谢你的支持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Bye 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 请别忘了订阅哦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我的Instagram 或者新浪微博 搜索Full WD X Pro四驱探险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感谢你的收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